这是各位委员 我们请部长 请部长 部长问几个简单的问题 第一个 依照台电集中油公司经营改善小组 这个提出之后 中油主动的说要减少或缓断投资计划合计628亿 是哪些项目 这个把628亿的这个投资停止以后 对整个我们的经济的发展有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都是非击破的项目 这个是董事长 非击破 大概 对就像我们那个在台湾这个南部的F构造的 那个一个探勘的计划 另外在印尼合作麻风树的计划 还有我们在桃园要设一个 设一个R3的一个中加轻去留的一个工厂 这个部分都 这个都非击破吗 对前面那两项并不是非常的击破 那是海外合作 对那个麻风的我们知道 那麻风数也是这样 那么另外那一件这个有关逃场的是因为当地的民众 对因为逃场的抗争 所以这个案子就再稍微delay了一下 因为现在还在协处 他们能不能够让我们来福建 那个部长 虽然这个是不是很大的额度 但是600亿也不小 我刚刚问你 对整个台湾的经济发展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这部分应该是不会 不会影响 我不再问你 那么第二个我要知道的是 根据你的报告里面 现在终于还是持续亏损状态了 累计的 已经高达3834亿 对不对 这个数据对吗 那我想知道的是 你们持续 362亿 你在你的报告在第四页啊 60640 649亿 到去年的一月 一月为止长短期的负债 已经高达3834亿啊 那是负债 负债是包括借款 包括借款 对对 它的累计亏损没有那么多 看那个第四页 亏损亏损 我们现在讲的负债 你这么大的负债 你何年何月何月才能够平衡啊 对 负债哈 在公司经营上 因为它有资产有负债 所以在营运的时候呢 通常 那现在需要资产比负债大吗 资产当然 大多是不是 8000多亿 8000多亿 8600多亿 所以这也没什么关系了 那现在接下来我会关心的是 昨天呢 当晚最后一个咨询啊 我提了一个问题也问了院长 但是我没有时间让您发表这个看法 就是长荣航运的董事长张国伟先生啊 也出面反核 出面反核 那么这么多的企业陆陆续续的一个个跳出来 包括立员者这些学者呢 都出面反核的时候 有没有动摇 你对核四将来还是要持续营运 这样的一个决心 你 我想 你要不要做这样的一个回应 因为究竟 张荣发在国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企业 没有错 我一直也说明 其实每个企业 他表达不管是支持也好 反对也好 我们都予以尊重 那至于我们经济部的态度啊 我们是希望 一定要尽全力 把政府核定的计划 把大院通过的计划 能够做得好 做得完 做把它做得完备 至于要不要用 刚才委员提到说 要不要用 这个由民众来决定 由最后的决策来做决定 OK 所以你表达两个意见了 第一个 不是你决定 上面还有人可以帮你做决定 我是说最后 最后要不要 要不要用 因为我们的责任 基金的计划 我们不可能就摆在这边 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 对 一定要做好 做好以后 是不是要用 是不是要商转 是不是要使用 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程序嘛 不管是用公投也好 用什么方式也好 是 那要不要用 这个我们会尊重 尊重立法院最后的决议 是这样讲吗 尊重最后的决定 最后的决定 最后政府的决定 不一定要公投 这用什么方式 这不是我们 OK 所以我说你不是你决定嘛 上面还能决定嘛 我们被方式我们并没有意见 但是我们会尊重最后的决定 所以不管企业有多大的生意 有多少的这个规模 你这个稳定如山 就是调整你原来的 那委员这个要分两部分来讲 我们现在我一直强调说 我们有这个责任 把政府交付给我们 执行 做得好 而且今天如果外部说 你们做的这个东西 做了很多问题 不安全 或者有很多缺失 那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这完全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 这样不然我知道 你的回答不出 昨天将院长的那个回应了 所以我想你们是一致的 这个不是我要追究的事 那我要追悟你的事 刚刚你提到核废料的 这个最终处理啊 最终处理 我们自己国内并没有这个能力 来做最终的处理 对不对 我们现在啊 包括核电厂的建设 对 包括核废料的处理 我们都是需要引进国外 最好最先进的技术来做 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大家都在面对如何去 把它处理到最终处理 处理的最好 部长我就问你 在目前现况的国际环境当中 我们最后会跟谁合作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仰赖哪个国家 来协助我们 我觉得 我觉得在这一部分 技术这一部分 其实是跨越政治的 任何一个国家有好的技术的时候啊 我觉得 我就问你嘛 目前我们是依赖谁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讲说 这个将来是跟哪一个国家合作 比如说我们核电厂的建设 那个时候我们是全世界都邀集 有英国有法国 有那个那个日本有美国 但是最后呢 有美国跟日本来做 所以哪一个国家 它的技术就会我们评估是最好 而且能够愿意 以我们所提的条件来合作 但是目前三个厂 我们的燃料棒啊 通通从美国来嘛 对 那因为后来选定的是美国跟日本的团队 美国跟日本的团队 对 但是燃料棒是美国的啊 没有错 这个就是在那个 对 我们不管它那个设备啦 当然有的部分设备是从日本 但是燃料棒最核心的东西啊 因为反应炉这一块啊 都是美国的嘛 对 所以他们应该有义务 帮我们做最终的处理呢 他们也会跟我们合作相关的技术 我们 你就 我的意思说 你就坦白说 我们就是要靠美国嘛 那那不一定 不一定吗 那不一定 还有什么国家可以靠 因为核肺料的处理啊 如果其他国家有更先进的 我们当然 我们当然会去寻求这个技术的合作啊 现在还有哪个国家有更先进的技术吗 现在很多国家都有在处理 这个委员应该也知道啊 有芬兰瑞典啊 他们也都在在开发新的技术 在做最后的处理啊 最后的处理 对最终的处置 这个问这些问题 无端啊 就是 无非啊 就是为了要让民众安心 我们有靠山 我们不是 不能处理 我们国内不能处理 还有国际可以处理 可以 一些国家可以协助我们处理 这我们才能够安心啊 是 所以 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这部分其实是跨越很多 这个 这个政治的一些隔阂了 基本上技术部分 尤其这种 永续的 环境的 还有这个比如说核能技术的这部分啊 嗯 其实任何国家有发展到先进的技术 我们都会尽全力把它引进 好的 那个董事长好吗 那个部长你可以休息 好 因为之下两分钟 那个董事长 是 我看了你们的报告 当然现在是 呃 第一个油 一个天然气 那么我看到你们说 现在正在努力的去开发新能源 你现在有没有一些项目正在进行 新能源的部分是在我们南部配合 这个整个经济部啊 这个实化高质化的部分 我们在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投资 有没有什么项目的 目前是真正的投资计划就是一任城 一项是一任城 它是一种实化高质的产品 那以外的这一些有关新能源都是在处于这种合作 合作的阶段 刚才提了这个页源的开发 也提了可燃兵 你们有没有参与这个可燃兵的开发 可燃兵目前是有研究 但是没有参与 有研究 有我们自己的 那么现在报告说 叫我们的这个屏东额软笔海域 有印藏五千亿的 可以让台湾使用五十年的可燃兵的一个常量嘛 印常量 我们有没有想办法去去开发 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这个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如果加拿来开发是您终于去开发 还是另有 对它是一项新的能源 我想中油在这方面一定会努力参与 那么有一个轻能 这个发电的装置 你们有没有参与 用轻能发电的部分 就是你讲的是燃料电池的部分 对对对 燃料电池我们也在积极的在研发 你们绿能所所长有来吗 来来我问你一下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新能源 所以我非常关心你们到底在开发什么 现在这个轻能装置 进度怎么样 您自己的这个研发的进度怎么样 目前是跟那个工业院 外面这些单位来合作开发 那我们希望轻能也是将来我们这个运营所 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嘛 对对对 所以你们 我是鼓励你们 应该这个这个部分 民间学界的这个这个这个研发跟技术 已经日渐成熟嘛 所以我要知道你们的进度 不能落后于这个 因为你们是实际要去开发的 你们应该要要要最先带头养才对啊 而不是等着人家开发完呢 你们才才进去嘛 你既然是绿能所 你就负责去引个团队 有组个团队去研发嘛 对我们会从这个这个产清 除清 还有将来轻 轻能的利用 去去 如果到使用100分 你现在进度到哪里 到几分了 因为利用所刚去年三月月才成立嘛 刚才成立 对去年三月月才成立 所以主要的是开发什么现在 开发再生能源 这个生殖能 生殖能 还有碳能跟氢能 生殖能源是聚焦在这三块 生殖能就是生殖柴油 生殖酒精 甚至将来的生殖燃料油 那氢能到我们希望能够未来 能够在产清跟除清 反面还有甚至将来用这个燃料电池 做电动车 它主要就是当电池用嘛 对 对 燃料电池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 最近最近民间有一个要成立一个所谓的SOFC 就是高温燃料电池的这个协会 希望能够来带动整个我们这个国内的产业 看有没有办法创造另外一块的这个 除了你利用能锁以外 还有哪几个机构是跟你们平行一起在推动再生能源 工业运 工业技术研究员 台电 核能锁 核能锁 核能锁研究所 还有中山科学研究院 OK 我希望你们不要落后了 OK 要跑到前面了 好 谢谢